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一周土耳其战的四场比赛分别是6月1日23点30分迎战荷兰 6月4日0点迎战土耳其 6月4日21点迎战意大利和6月5日18点迎战泰国 相较于之后几战的比赛 中国女排面对在土耳其战几个对手的压力要小很多 如果球队想要以积分前8名的成绩进入淘汰赛的话 这几场比赛需全力以赴 根据赛程安排 女排将要在24小时之内连续迎战土耳其和意大利两支球队 对阵土耳其比赛是6月4号凌晨0点 而对阵意大利的比赛则是6月4号晚上9点 蔡兵需要打出水平的同时保证队员的体力 一天两赛相信对于很多球员来说是没有经历过的 6月4日晚上9点打意大利的比赛 相信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心理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因为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小组赛上 女排就曾3比0战胜过他们 时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再度交手 期待对意大利队完成双杀 前段时间 意大利女排也公布了25人大名单 主力基本上都在内 有刚刚获得一甲女排联赛 MVP的艾格努 德吉纳罗 赛拉 小波赛蒂等球员均在阵容当中 他们的主教练马赞蒂也公开表态球队的目标是要打进总决赛 目前意大利女排实力排名世界第六的位置 但由于朱婷和张长宁因伤缺阵 所以说中国女排现有的阵容实力也并非在意大利女排之上 就像前面说的 中国女排在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刚刚三比零战胜意大利女排 在心理上是有优势的 更重要的是 当时同样是主力朱婷因伤缺阵 而对手也是全主力出战 女排依旧是完胜对手 女排只要发挥好的话 是有可能在面对荷兰 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比赛里 均取得胜利并拿到三连胜的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中国女排能够打入决赛的话 那么 球队起码要在海外漂泊一个半月的时间 在海外漂泊一个半月的时间 不仅对球队的体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也对后勤保障提出了极高要求 根据市联赛的安排 每个分战赛之前都有10天左右的转长期 按照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 女排姑娘们转长期回国 显然不现实 蔡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谈到了这一困境 她表示 这次出国参赛一个多月 时间比较长 因为疫情防控等原因 分战赛之间回国不太方便 既然回国不太方便 那么唯一的选择 就是在海外找到一个合适的训练场 进行训练 虽然 蔡斌没有明确说明 是否会设立海外训练基地 但就回国不太方便 但就回国不太方便来看 设立海外基地势在必行 在谈到人员配置上 蔡斌这样说到 出征的人员会比14人多 每个位置的队员会带足替换的人选 但也不可能带太多 言下之意就是会带张州集训的20人出征 至于补报的4人很有可能会无缘出征 毕竟这补报的4名球员和队伍 并没有太多的配合基础 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会启用 在这20人中 主攻线 副攻线 接应线 二传线和自由人线 都配齐了足够的替换人员 蔡斌也承认 市联赛会兼顾成绩 可能会让部分球员得不到充分的锻炼 希望蔡斌能够合理安排资源 带领女排在市联赛上 棋开得胜 再创辉煌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